推廣禁思的健康食品 槟城禁思书轩举办 禁思与粽不同的包粽教学 利用香鸡饭制作一口粽 我吃过香鸡饭 不过我想象不出来 它做种子出来的味道 是这么好吃 一颗粽子从里到外 都是禁思的简单食材 民众惊喜连连 连外国观光客 也体验着难得的华人文化 这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知道粽子 我知道有些蔬菜 但是没有鸡饭 没有植物 个粽子的分量很好 给孩子都好 或者我们吃的分量很好 不会说太大 然后很香 请问你有买萝卜吗 萝卜有 要多少条 一条 小小的身影穿梭在传统市场 他们是北海慈激幼儿园 四岁班的孩子 为了包粽义卖 什么都自己来 粽子的钱卖了香 要给谁啊 希利亚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没有学校读书 没有屋子住 柯柯饱满了诉讼 爱心也满满 小朋友更当起强力推销员 放出希利亚的小朋友 放开放出去 只是可以给他们小朋友 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嘛 对吗 可以放出希利亚的小朋友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鼓励他 虽然很遥远 可是我相信小朋友这份爱心 是能送到希利亚的小朋友的手中 小朋友 粽子易卖可以帮难民孩童 一元读书梦 也难怪大家 尽管手酸了 腰痛了 还是一样买力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